每个宝宝都是父母的心头肉,宝宝成长中的滴滴点点都是父母所关注的,几乎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宝宝能够茁壮的,健健康康的成长,然后长大之后成为白富美,高富帅,富通过父母的努力,孩子就能享受美好生活,但是高脑,所以不少新手父母都对孩子未来的身高有很大的兴趣。 那我们就叫新手爸爸妈妈从四个部位的强度预测宝宝的身高吧。 小腿的长度,首先腿的长度基本在我们的身高中占了很大的比例,而且腿的长度也能让我们增加我们身体高度的黄金比。 俗话说看高先看腿,看腿重小腿,所以家长朋友们可以将自己的宝宝和与他同名的宝宝腿长做对比, 也可以估计一下宝宝小腿在从腿上的比例。 小腿长,小腿比例好的宝宝们长大之后,身材比例一般都很好,而且身材比例也会比较完美。 手的长度受骨骼发育的影响,一般高个子的人手艺也比较大,比较长。 另外手是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关键器官,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至关重要的器官。 所以手的长度对我们的身高也有很大的影响。 关于手的长度主要看两方面,一方面是手掌的长度,一方面是手指的长度,手指修长。 手掌又较于同名宝宝都比较长的宝宝长大之后一定摆不了。 手臂长,经常听人们说,每个人两只手臂伸开之后的长度,一般就是自己身高的高度。 爸爸妈妈们可以量一下宝宝两手手臂伸开的长度,和他现在身高的比例。 比例好的话,个子肯定长得高。 爸爸妈妈们还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与同龄的孩子比一比手臂的长短。 看看自己家孩子的手臂是不是比同龄的宝宝长一些。 如果你家的孩子从小手臂就长,那么恭喜你了。 孩子长大之后,十有八九是个大高个儿。 脚长,俗话说脚大走四方,其实脚的长短对孩子身高也有影响。 一般个子高的人脚也都计较大,拉球运动员的鞋码就比我们普通人大得多。 所以家长在给孩子买鞋的时候,您多注意观察孩子的鞋码。 鞋码比同龄小朋友大的,很可能以后就是高个子。 以上四种可以预测宝宝身高的方法都学会了吧。 其实决定身高的出了基业,骨骼发育之外合理的饮食,对于宝宝们的身高也有很大的影响。 所以宝宝宝妈妈一定要让宝宝们吃得健康,给宝宝妈合理补盖,补充男生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